大家好,我是剪辑师,看一下何俊跟包王这场比赛啊,这昨晚斗一杯胜者组八近四的比赛啊,全程抢三,然后除八神千鹤之外是允许裸杀的 看一下这边龙二对龙二,哎,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空气打的真准啊 差点没忍住 还好经过训练啊,全是灰空气 哎,三十秒过去了,慢慢来,哎,这下包王动了,不然这下地还是打不着 好抓一下,前A打一段,然后哎,没跑啊,竟然,包王捐换套路了 看一下这边龙二跟大猪啊,这开局就被逮到了 主要是被抽到了,这能量是还没得赌 关墙角,哎,落沙好用,断头台 直接把大猪赌到了这边墙角,换一下血 A,B,B,B,杀啊,这边起跳了,变成了反摇,A 这大猪,这大猪还等呢,哎,包王之下啊 血亏,他想反摇,B,反抽大猪,结果,怼球上了 后面不接气,想暴气 尽量多摸一点,哎,刚刚cd都比正常疼一些 哎,现在两个人血量差不多啊,这是准备同归遇见了 哈哈哈哈,在最后几秒的这个拿捏上啊,何俊这边 还是照包王差了一点,差了一点 包王准备零秒反摇,B,摩威斯呢 这个大猪没忍住 看一下包王这边的八神,面对猴子啊,跳波直接必杀 跳c再必杀 球稳 这一下八神血量见底了 不,主要是这局看起来有点快 对吧,毕竟前面龙二内战 还有打大猪啊,这里这个都是最后几秒 好了,猴子倒地,没有封住,没敢上 好疼,好疼,走了吧 还没走啊,剩两丝血 他肯定知道,剩两丝血的时候爆气的,防不住的 但是他就是想试一下,想防一防 看一下这两个龙二啊,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又开始了,开始表演 带走,哎呀,失误了,可惜 哎,这比赛真耐看,又到了十几秒 A,B抓,合军之夹,居然没抢到 霸王这边偷了一波血 又是以两丝血的这个微弱 微弱又是拿下 这比赛好像是,何时灰灰他们都没有参加 哎呀,说实话就想咳嗽 差点,还好我及时关了麦 所以这边的高手们,好像就吸引包王,何俊还有小鸭 算是这个比较,比较,比较强一些的 还有还有秦宏 但秦宏第一轮被淘汰了 啊,不对,是双败的,被打到败者组 我今天只录胜者组的比赛 先来看一下真七跟大猪 王王都不止一次在直播的时候评价何俊的大猪 就一个字,蠢 然后他被那个大猪给带走了 嘿嘿,这何俊的大猪进攻我觉得OK的 他这个防守确实是差了一点 因为大猪这玩意儿真的 要顶级大猪都得防守超级好 进攻毕竟说实话还是比较容易的 诶,失误了,必杀没出来 下盘,下盘2点又失误 宝王这真七这会儿,怎么着 建议去吉林进修一下 花儿钱,升升级 哎,雪转,是在楼下的 一口气,带走了吗 再来一个 不防的不错 一比一,哎,哎,哎,包王 我让你不讲武德,是吧 说好了一起拉后路气,他往前走 你不爱抽,谁爱抽 很艰难,这颗线还是长出来了 是真的有耐心的,这个真的是,哎呦我去 呦,直接跑杀,按满 等你,帮王那一蹲就知道在等落沙 打了后,流流气,再相杀,起身先把气挤满 慢了 就打你起身乱动啊,真的好用 没想到河俊就是一只乱动 刚到角落摸一下,就占APNECD 他们俩打得好像是街霸啊,怎么全是拳脚 你摸我一下,我打你一脚 真好看,先来看一下八神内战 喜欢的不得了,这比赛好精彩 冠军赚球啊,走一个 直接抓嘛,再转一波,包王这气是不是要想留着 之前,选拭吧,趁果忍厉害 冠军,好陌军 你打我的奶虾 先来看一下真七跟猴子 开放裸杀的话猴子也会进一步加强的 尤其是你空防啊 之前都是空防飞翔角然后被反抓 但是如果空防必杀的话就百分百要被抓了 被吃必杀了 好了现在是包王的赛点 他们两个可以把抢三 打出一个最长时间 打满了连上了 还一个算到他的出钱直接AB出来 这边这局这龙二这个血量 还挺多这局包王手太好打 看这边这龙二就等 等机会摸一下试一下包王进角落了 拿下 那这真七连颗气都没有这很难了 AB拆头真快 这应该是全场最快的一局了 除非真七反三 防抓不够 我来个下跌果然 哎呦 虽然换了个必杀啊 但是这几脚下去这比这必杀血可多多了 确实是大猪不敢反面抓啊 这裸杀没打到 跳C 站地必杀 不不站地抓 这气得留着 抓才散出来的气 一个暴气必杀的血量 哎呦 现在没有气了哎 这个6B啊 但是猴子给机会啊 断连 看包王这一波 这是要反三了啊 这是要反 刚刚这个体身直接扎脸啊 没有胆到包王要归一波了 马上就有气了 马上就有气了 走了 他这空房的抓没抓到 然后 挣出了个A啊 必杀直接怼过来 把八神换掉 这边龙二放中间 这样的话 真七手手底在龙二后面 这个气就多了 众所周知啊 包王这龙二 干别的不一定是厉害 但是单论集气能力 97手去一直 哪怕一直被堵在板边挨揍 他也能把气给你攒出来 你看你看你看 边打边推边掳握 呵 合军一直进攻 然后人快没了 玩 一套运 秒了 怎么就扎了两下 我去这失误 他想扎两下直接必杀带走 还是什么的 出了个A 这离谱 本来可以带走龙二的 气压猴打 送或上门 加一场四进二 然后再录一下这个胜者组的决赛 然后他今天晚上是打这个最终的决赛 刚到角落 没有兽身 没有直接抓 灰空陛下三边 险胜 这真是险胜